任山羽跌落街上,徐凤年没有马上现身,心中默念到十六,仍是没有谁出面,从徐凤年这里俯视,可以清晰看到任山羽挣扎了几下,别说站起身,就是做起都是奢望,就在徐凤年准备动作的事情,柴飞院终于有人掠出秀楼,抱起任山羽消失在巷弄,是既非英式也非有准的红书文。 徐凤年脸上不满阴霾,神出鬼没的徐衍冰战回窗口,对徐凤年点了点头,示意柴飞院已经处理干净。 徐凤年转过头,神情恢复平常,跟曹准问过了王云书家族府邸的详细方位,然后跟雪衣要了那架为非箭所着的破琴,一下夹起那支兼具中庆之音的插花胆瓶,跟曹准和雪衣也没有太多言语,让他们不用相送,仅是一笑而过,就已经让两位清楼女子受宠若惊。 往常八面玲珑的陶塞楼小掌般不敢画蛇添足,略显束手束脚站在狼道目送两人在拐角处消失,他注意到那头发灰白公子哥的侧脸,棱角分明,不知是否错觉,那个应该年纪不大的男子有种能让黄南俊山羽欲来风满楼的气魄。 曹准等他离去,斜靠门廊,转头瞧见雪衣明明想多看一眼却含羞的神态,曹准忍不住笑了他一眼,朝雪衣指了指窗口,后者一愣,随即恍然,赶紧提起裙脚匆匆往窗口小跑而去。 曹准没有多此一举,望着雪衣的背影,娘亲总是嫌弃这名清官人没有女人为,学不来勾搭男子的手段,当下可不就出来了吗? 曹准收回思绪,他开始寻思那灵州公子的这次露面,对于一直被柴妃院按下一头的陶塞楼是否会有转机? 至于一架破琴和一枝不知真品赝品的花瓶,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物件,只要那人愿意,便是陶塞楼雪衣这样的女子,只要有陶塞楼就可以送。 楼外,徐凤年坐上马车,徐衍兵驾车前往本郡王公曹的宅子,王熙化是水晶王室的当代家主。 随着斗了半辈子的死敌李公德荣生郑二平北梁道经略史,龙仪王室龙抬头,骄横跋扈,一直与龙仪交好的紫金王室也忍无可忍,水晶王室趁机拉拢,再加上一个灵塑王室,同姓三族隐隐联手与龙仪抗衡,以事工学问都很有分量的王熙化为首。 如此一来,王熙化的日子并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困苦难堪。 王家宅子近年一直车水马龙,哪怕是一些新近进入北梁的外地世子,也纷纷慕名而来,向这位迅古大家请教学问,不过一架马车深夜造访,还是不常见。 别看王云书在黄南郡恶名昭彰,给人家较不言的认知,但是王宅门房这类隐姓权力不差七八品官的人物,待人接物只要稍有不慎,轻则被严厉训斥,重则被驱逐出府,因此见到一名面孔陌生的公子哥走下马车。 门房赶忙从侧门走出,走下台阶,询问事宜,只是让门房诧异的是这位年轻人,与那些恨不得一门大开隆重相迎的世家子截然不同,竟说是在门口等人即可,门房顿时心中了然,八成是找大公子来的,在黄南郡惹了事,找谁都不如找自家大公子来的有效。 大公子在黄南郡守眼通天,要不前些时候临宿王室一位长辈金屋藏娇,被汉妇堵在门口,丑态闭露,还是大公子出面才摆平,这种事情,太守大人也管不了。 既然不是来找老爷切磋,多半是不成才的顽固子弟了,门房无形中也就低看几眼,恰好省掉一些客套寒暄,走回侧门那边,回头看了一眼,看到那年轻人蹲在, 在石狮子旁的台阶上,门房忍不住心想这位公子想必是遇上了过不去的门槛,否则不至于在此用最笨的守株待兔的法子苦等大公子,大冬天,哪家公子哥不是在享受纯酒美人。 门房多瞥了几眼那个站在台阶下的魁梧男子,万习这么个气欲不凡的护从,欲人不熟,跟错了主子啊。 徐衍兵犹豫了一下,蹲在比徐凤年低一级的台阶上,旁人眼中自视剑阅之举。 天寒地冻,徐凤年双手插秀,轻声笑道,连累徐熟述了,本来倒是可以自爆家门,然后去跟王公草讨要几杯热茶暖胃。 不过既然作戏,就要作足了,否则明早就得走,水晶王室体会不到我这个灵州将军的诚意啊。 徐衍兵抬头看了眼天色,需要来场大雪,似乎诚意更足。 徐凤年亚议道,这也行。 徐衍兵微笑道,年轻时候走南闯北,运气不错,遇上些不适出的高人,学了许多旁门左道,如今境界足够,要一场龙东风雪,想必老天爷也是会给这个面子的。 徐凤年好奇问道,柳薄师有没有这道横? 徐衍兵想了想,平静说道,那老贼估计不行,也不是说我就一定比柳薄师境界更高,这大概是那个做学问树叶有专攻的道理。 我当年去过南海,杀了一波炼气室,得了几本秘籍。 不过论其比较杀人,两个柳薄师也不济事。 这些年,我听说丹说杀人手段,邓泰阿天下第一,一直想与那位桃花剑神切磋切磋。 徐凤年笑问道,李纯刚三十岁之前就已经躋身天象镜,还有邓泰阿,以及徐叔叔,你们好像都是在舞蹈上一帆风顺,堪称势如破竹,怎么做到的? 徐衍兵很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,最后给了徐凤年一个啼笑皆非的答案,随遇而安。 似乎觉得徐凤年的表情好笑,徐衍兵又说了一句跟时下天气很应景的言语,其实徐衍兵一直觉得能有今日成就,是靠这张年轻时候不输给殿下的英俊脸庞。 徐凤年捧腹大笑,止住笑后无奈道,徐叔叔你跟袁二哥肯定能说到一块去。 徐衍兵淡然笑道,那个榆木疙瘩的马上枪朔却是我教的。 徐凤年无言以对。 徐衍兵突然问道,殿下还不知道原左宗二十一岁开始练习刀法。 只是当年输给顾剑堂一场,就不再在世人眼前展露刀法了。 当初黎阳军武高手排行,北梁有陈之鲍和原左宗占据二三,如今顾剑堂若是还只有那一招先的方寸雷,恐怕他就得乖乖垫底了。 不过顾剑堂此人老谋深算,这么多年过去,应该不至于止步不前。 殿下,如果你对武道还有想法,不妨听徐衍兵一句,拣选两名不曾入一品的小宗师,让他们心甘情愿斗上一场,是生死决斗,是相互砥砺,皆可所以要不入一品。 因为不管是一品金刚还是一品纸旋,只要见识过了一品境界的宏大,一个人的精气神反而或多或少受到影响。 徐凤年点头道,懂了,这就像精略时李公德,站得高看得远,知道庙堂清亚的凶险,做人反而低眉顺眼,由不得自己意气风发。 反而是那些在小郡小县做主观的,在一亩三分地上称王称霸,更为意气十足。 按照徐淑淑的说法,二品小宗师之间缠斗憨战,容易打得憨畅淋漓。 徐衍兵点到极止,不再多说什么。 约莫一个时辰后,马蹄急促敲击街面,在清冷冬夜格外刺耳。 徐凤年转头望去,一对骑士急迟而来,两骑并驾齐驱,哪怕在急速前奔中,两名骑士仍是可以用轻重恰到好处的嗓音对话,脸色凝重中又有强行克制的惊喜,其中一记不披甲咒,正是王云书。 徐凤年看到这一幕,有些自嘲,自污藏着的本事,可不是他徐凤年一人独有啊。 徐凤年始终蹲在石狮子阴影中,这封挡寒,徐衍兵早已站回台阶下。 王云书一路策马狂奔,面带些许倦意,不过更多是兴奋,看到徐衍兵的身影后,神情一致,然后一边狠狠挥在马臀上,几乎是翻身滚落下马,正要下跪。 徐凤年摆摆手道,免了,说说看事情如何了。 王云书小跑到台阶下,小心翼翼问道,静服给殿下细说。 徐凤年指了指身边位置,摇头道,我这就要回去了,你说个大概即可。 王公曹的义子焦武仪,让其余二十几骑亭在稍原处,下马后丹西跪地,抱拳审声道,黄南俊都为焦武仪参见世子殿下。 徐凤年笑道,焦都为起来说话。 王云书狠狗腿地拾尖而上,屁颠屁颠在徐凤年身边弯腰蹲下。 开始跟世子殿下禀报战况,他的义兄去了清荣关,说巧不巧正好在清荣关外三里路左右,撞见一位之客道士和两位高宫道人, 说是赢回几个在其他道观得到观精学成归来的弟子,原本焦武仪对此也不会太过上心。 那几名中年道人又是黄南俊第一大官或真价时的真人,说不定还会笑脸相向一番, 只是焦武仪这趟前往清荣关就是奔着颇天富贵去的, 二话不说就要拿下三人,起先三名道士束手就擒,并不反抗,不过当麾下赤侯反身禀告有道士鬼碎逃窜, 已经有三十亲戚假释前去追捕,三名道士立即凶向毕露,好在焦武仪分兵给王云书一半人马后的急速行军, 仍是守中尾三者遥相呼应,除去十余赤侯隐蔽叹,各有六十其相隔一里路, 三名道士只见到焦武仪身边只有五十几名士族,便誓死一搏,不曾想移住相过后, 下一波骑士就迅猛杀制,更有斥候暗中传讯,第三批骑族并不冲锋而来, 而是下马撒网围杀过来,三名清荣关道人二死一伤,可惜那两个冠精弟子不知所踪。 王云书这边就要云淡风轻许多,纯粹是看热闹去了,并且连热闹都错过了, 应是头领确认他是世子殿下的心腹,才总算没有冷屁股砸在王云书的热脸上, 告知一二,王云书这才知道连堂一百四十三人,不论妇孺老幼, 除去四名不在壁死名单上的无名小卒,都给杀得死得不能再死, 可谓是被彻彻底抵灭了满门,连黄南俊第一高手张策都没能幸免。 王云书也就是去顺便帮忙收拾残局,在灵州成名已久的坡猴张策死的那叫一个惨, 王云书闲来无事,就在那具头颅被割下后盯在一根粗状狼柱上的尸体旁边猝猝, 无头尸体不计轻伤,重伤就有六处,双手被其间削断,一根羽箭贯穿胸口, 其余遍地横沉的尸体,也大多血肉模糊,让王云书把一天佳肴酒水都给呕吐得一干二净, 到现在还有些头皮发麻。 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已经很不把人当人看,到今天才知道一旦惹上北梁有准, 人命那才叫一文不值。 徐凤年安静听王云书讲完,站起身,笑道,毕竟黄南俊是你们的地头,会更熟悉。 还剩下些追缴残余的收尾事情,如果需要劳烦你跟焦东卫,我会让人来府上知会一生。 王云书乐得不行,焦五一弯腰抱拳道,莫将职责所在,为殿下办事,虽死不悔。 徐凤年走下台阶,王云书低声问道,殿下真的不下他寒舍。 哪怕喝口热酒也好啊。 徐凤年打去道,行了,今晚你马屁拍得足够了。 王云书,你回家以后,跟王公曹说一声,有机会去梁州的话,进府一叙。 王云书成皇成孔,一定一定。 徐凤年转头对焦五一说道,焦都未,一夜之秋,你治军颇为贤手老道,黄南郡市了,灵州将军府还缺个校尉,你年后就带着原班人马一起过来,我再给你六百兵马,总要凑足一千才像话。 年近四十,终于骤然富贵的焦五一热泪银筐,扑通跪下,焦五一愿为殿下笑死。 徐凤年拍了拍他的肩膀,走向马车。 王云书要送,背对府门的徐凤年摆摆手。 王云书看着马车远去,收回视线,轻声道,义兄,殿下走远了。 焦五一却双手始终按在地面上,迟迟不愿起身。 王云书回头,望了一眼两百年前朝廷遇刺一门王室的华美匾额,义兄,以后可千万别忘了咱们王家啊,未完待续。